對這場選舉,我希望我們能夠有三項認知 第一個就是這場選舉將決定國家的前途 民主的延續,甚至也影響印太的和平跟穩定 我們一定要對這場選舉的重要性,第一步要有清楚的認知 我們要了解這場選舉的複雜性 這是一場硬仗 我們很清楚過去通常都是兩黨主要的兩黨對決 但這一次情勢非常複雜 未來會怎麼樣演變我們尚不得而知 但是身為執政黨遭受到的攻擊面向必然會更多了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可千萬不能夠掉以輕心 那麼第三個就是說,我們一定要贏 這場選舉我們一定要贏 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 我想我們民進黨在1986年9月28號創立到今天 我們一直都是跟台灣社會站在一起 也結合台灣社會 每一個階段我們都成功地承擔起我們的使命 那這一年,這一次的選舉 那關係的台灣這麼重大 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 我們一定要贏得這場選舉 那贏得這場選舉 我認為有三個目標我們是要去達成的 贏得這場選舉的目的 第一個就是守護台灣的主權 我想我們這一次看得出來 所有的總統候選人裡面 就只有我們堅定地捍衛台灣的主權 主張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也堅定地支持中華民國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那我們也堅定地主張 主權不容侵犯並吞 那我們也堅定地主張 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 只有兩千三百萬人可以決定 那其他的在野陣營的候選人 不是接受九二共識 就是希望走回頭路 去簽訂福茂 簽訂福茂的前提 還是要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 那換句話說 只有我們堅定我們台灣主權這個立場